Hello,大家好,我是Johnson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经验就是关于我们去客户拜访的时候所带的售钱,工具带的一个经验 是这样的,我们去客户拜访的时候呢,会带激光笔,数据传出线,包括转接头 还有我们要给客户看的一个产品配件,摆页和那个操纵器 这几个东西呢,我们去客户的时候肯定会用到 那么我们之前呢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去客户那边的时候会背一个背包 首先呢,我们会打开背包,去拿出我们的电脑 然后去拿出数据相机器 即光笔 有点色彩 擦动器 转接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的话 时间会比较耗费太久 而且我们在去客户之前 因为背包经常会使用 如果能放入其他的一些杂物 就会导致可能这个东西呢 并没有排查好 就漏在了其他的地方 没有带到客户的一个办公室会议室 哈喽大家好 这就是我这边所做好经意的一个 实际效果 我这边是放电脑 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 然后前面我放了那个数据传输线 然后这个空障放了那个转接头 而这个带子我放的是激光铁 另外这个空间呢 我放的是我们的操纵器和那个摆液 就是我们给客户讲解的时候会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背了这样一个包之后呢 东西会比较全了 我们以后去客户之前呢 会做好一个检查工作 看东西有没有放全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后续占用客户的一些时间